第一件事情 他從來沒有說他要遷都 遷都是要把那些政府機關 全部搬到高雄來 八部二會全部要搬過來 這個誰都要遷都啊 基本上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說沒有 那些都都留在台北 我來幫高雄拼經濟 所以第一個他先告訴你了 我要先讓高雄安心 即使我被動參選國民黨總統 廣大高雄市民 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任何情況下 我都不會離開高雄 高雄的鄉親朋友 千萬不要害他 再來他跟台灣人喊話 我選上總統就跑了 我絕對不會 我還是一樣 我吃滷肉飯 我不喝法國紅酒 我也不吃法國大餐 我也不需要六萬玉儲 我更不用花好幾千萬 甚至床門中的上義 去修繕我的總統官邸 我都不要 我一樣在街上 大家還是看得到我 就在我們附近 更別提那些巨馬蛇龍 我絕對不會讓他出現 再來我要把去高雄上班 這件事情是因為 我要幫高雄來拼經濟 韓國瑜三塊告訴高雄人 安心啦 台灣人安心啦 台北的也不用擔心 我們不會重南輕北 台北你們好好的 把政治做好 讓高雄來幫台北分擔一下 拼經濟的重任 這是韓國瑜拋出的願景 所以觀眾朋友要聽得懂 來 斌哥 昨天我看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的想法 我也蠻訝異的 為什麼 因為我馬上想到的就是 畢竟總統的為安是非常重要 那你要搬到高雄去的話 可能會面臨很多問題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 其實技術上的問題 還是有機會解決的 那畢竟他第一個 你總統以後不可能 因為總統本來 就不是定在那個地方 蔡英文總統也不是今天 都躲在總統府裡頭 到處跑來跑去 他還是到處跑來跑去 所以總統本來就是到處去走 所以總統府到底所在地 在哪裡 相對來講沒那麼重要 再來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早就應該搬離那個總統府 因為那個是個台灣總督府 對啊 那個是一個殖民的超級大象徵 當初 蔡英文總統跑來的時候 是因為老實講 當時也很窮沒錢 就順便這樣弄一弄 就比較好 就在那個地方 就地取材就用了 是 那其實我們早就應該 離開這個地方 而且現在總統府所在那個位置 在維安上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弱點 你看過去多少次 直接都可以 一口氣直接衝到門口了 人家卡車都衝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本來我們就一直在研議說 要把總統府簽一個地方 我覺得其實告 如果能夠有這個契機把它牽走 我覺得也是OK的 再來我就覺得 當我看到網路上這些酸言酸語的時候 我就在想 其實一直說要遷都的 不是國民黨 是民進黨 民黨過去不是一直說要遷都啊 要南北平衡嗎 你們不是一直把他弄到南部去嗎 那如果從這裡做一個出發點 韓國瑜沒有講他要遷都 可是總統先藏住在南部的話 其實是有好處的啊 有什麼不可以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想法 至少讓南部的人覺得 中央現在開始在重視我們了 那實際上 漁業署跟海洋委員會 已經到高雄去了 所以本來我們慢慢 我們的島其實很小 台灣就這麼一丁點大 未來本來就可以散步了 那過去其實有很多國家都有先例 比如說南非 南非有三個首都 普洛多利亞然後卡頓這些都是啊 他有三個首都 他分成行政司法這些東西 他把它分開來了 對沒錯 那台灣一樣可以分啊 我們現在行政中心在台北 那其實我們中部 還有一個中心新村 那邊一直空在那個地方 那腹地很大 其實你可以把它做監察院 然後什麼東西 我覺得也可以在那個地方 不用所有東西都集中在台北 那我們慢慢讓很多的這些機關 散步到全台灣各地 台灣就是一個小島 科技越來越發達 其實要聯絡是非常快的 那更何況現在可以私訊 可以做很多其他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局限在某個地方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奇怪 那我覺得民進黨啊 這些反對的人 我覺得你們也要思考一件事情 第一個你們過去一直說 國民黨縱北欽南 那現在剛好有機會 何樂而不為 那再來我也必須講 韓國瑜昨天的專訪 很多人都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韓國瑜說我也未必選得上 你要知道 他一直被黑啊 對他說他一直被黑啊 所以他也不見得會選得上啊 所以你們那麼緊張幹什麼 他不是現在宣布完他明天就是總統 所以民進黨覺得他一定會上 我覺得民進黨是不是非常害怕這一點 我就不知道 那我也必須講 其實他說他現在這樣被黑 當然黑他的很多次 黨外的敵對勢力是沒有錯 其實黨內黑他的也不少 所以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講 現在恐怕黨內黑他的 比黨外黑他的對他來講更嚴重 他恐怕對他的傷害反而更大 所以我必須說這個只是一個構想而已 那未來在實情上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困難我們想辦法去克服 至少這是一個 好歹我必須說 這是一個相對聽起來比較南北平衡的一個 提議吧一個倡議吧 那如果台灣永遠都固步自封 永遠都只能鎖定在那個地方的話 那台灣的未來怎麼去進步呢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跟自貿區所引起的困擾一樣 過去民進黨提出來的東西 民進黨都可以討論 但只要國民黨一提 不好意思這是錯了 這會危及國家安全 這會經濟倒退30年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做 你不覺得每次好像別人提出來都不可以 只有民進黨可以提 這個是讓我們覺得非常非常詭異一個地方 我必須還要提一點 蔡英文總統說 你提一個自經區自貿區 就會倒退經濟倒退20年 老實說現在台灣 國民實質所的收入還不結20年 我們還希望能夠倒退回去 倒退回去多好 比20年還要來 乾脆回去吧 對啊回去 我覺得20年前台灣的人的幸福感 比現在強烈多了 所以我必須說很多事情 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在這個框架 這個科究裡頭 我們要嘗試的去看 韓國瑜當然他提出的是一個想法 未來實踐要很多細節的 那我覺得韓國瑜現在最重要的一個 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我覺得韓國瑜提出很多願景的時候 你現在要充實你的幕僚團隊 其實這是一組我覺得很憂心的地方 就是韓國瑜提出很多想法很多倡議 但是你的幕僚團隊有沒有這個能力 去幫你實踐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 那當然這不可能只靠韓國瑜一個人 我覺得他既然是國民黨的黨員 那國民黨既然也想要徵召他來參與初選的話 國民黨未來勢必要一個非常堅強的團隊 做他的後盾 想辦法把他提出的這些倡議 一步一步去實踐 這才是一個有建設性的做法 那你現在人家提任何的東西 你一開始就全部否決 全部說這個不可能那個不可行 那如果我們國家都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國家就不用進步 什麼時候別做了 對我們就停留在這 到今天為止大家就結束了 以後這個國家永遠都如此 大家看著辦吧 我們希望這樣一個國家嗎 我相信沒有人希望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不要人家提任何東西 就先急著否決 先思考看看或許能夠激發出更多的火花 這才是國家會進步的一個動力來源 對在訪談當中其實韓國瑜 他從來都沒有說他要遷都 遷都到高雄 他其實著眼點就在於很重要 南北平衡 很多的彈性很多的創意 真的就從他口中說出來了 我們來聽聽看 新的下一屆總統 如果真正要達到南北平衡 而不是嘴巴說的南北平衡 那我們雙手掌制 台北市已經非常成熟非常完善 生活圈都非常的 所有的住在台北市的人 都可以覺得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新的總統 下一屆總統在高雄上班 那整個政治重心 還有資源的寄住 會到南台灣來 那雙子城的發展 就可以達到這個概念 又有雙手掌的概念 那整個南北之間 才可能達到真正的平衡 還有南部幾個縣市 不管是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它的生命力會整個放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以前都說國民黨重北欽南 現在來了一個重南也沒清北的國民黨 人民黨應該拍手較好不是嗎 而且剛剛斌哥說了 其實根本不只台北高雄 是 中興興村也可以啊 當你在北中南各有一個 不論是以經濟為主 以政治為主 或以其他政府機關為主的 都心的時候 這台灣不只是南北啦 連中部都可以跟著發展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概念 它當然有可行的地方 當然也會有治安難行的一些困難 但如果這個概念 是為了台灣人好 是為了台灣發展好 你民進黨憑什麼黨 你憑什麼善效 你憑什麼嘲笑呢 難道你不希望高雄好 你不希望中部一起好 希望你們民進黨集中在北部 現在總統是蔡英文 我們北部好就好 南部中部關我屁事 餓死窮死你家的事 是這樣嗎 韓國瑜從頭到尾都沒有說要遷都嘛 真的不要誤會 民進黨的好朋友們 不要打歪了 人家沒有要說要遷都 要說遷都的是你們 要說遷都的是你民進黨 韓國瑜沒有說要遷都 好 不遷都 但把政治跟經濟分開 到底可不可行 有些人可能會說 哪有可能 就是這個南北的發展 可能本來就有一點差距 大家都習慣了 好像高端的百貨啦 企業啦 或者是購物店 都習慣台北先來 既然他們習慣台北先來 我們就想辦法讓他們習慣 以後高雄先來 不行嗎 當然可以啊 我剛剛舉了兩個最簡單的例子 中國大陸政治中心在哪邊 在北京 北京 經濟中心在哪裡 在上海 美國政治中心 華盛頓DC 但是經濟中心在紐約 其實包括南韓也是 最近他們慢慢把他們的政治中心 從首爾移到那個市中市 其實他們也是慢慢要把它分開的 這樣子分開 是不是好處比較多 會不會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 這可能要問一下有地方自理 這個經驗的現場 這樣分開是跟合在一起 這個利多哪個比較好的 絕對是利多 分開的話是利多 我舉個例子來講 因為我從去年到現在 我在全台灣各個角落 我跑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那我最常聽到的一個聲音就是 尤其越在基層 越聽到一個聲音就是說 你們在北部的大人物 從來都不會來我們鄉下 從來不會關心我們台南 不會關心我們屏東 不會關心我們高雄 因為你們大人物通通在北部 所以過去大家經常聽到 縱北清南這四個字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台灣真正的政治人物 發生的一個現象 蔡英文你到南部你住過幾次 你南部的那個辦公室 你去用過了嗎 用不用是其次的事情 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 你能不能走到基層 去聽到人民的心聲 你能不能去關心到他 他會覺得未來是有希望的 你能不能看到基層的問題 我跑到花蓮區我也是覺得這樣子 花蓮交通真的要解決 不解決的話 花蓮怎麼會有發展 那我要講的是 全世界都是這個趨勢 震驚是可以分開的 因為你一個小的區域裡面 震驚都擠在一起 那個發展絕對會是過剩 那像台灣其實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不要講說交通方便了 更重要的是說 人民的心目中認為 台北離高雄還是很遠 這個遠是代表什麼 經濟的發展 所有的地方建設的發展 所有文化的發展 所有未來的國際化的發展 都很遠對不對 你看那個高雄機場 大家講說要變成國際機場 要去擴大 都會有那麼多的問題 那要去做一個所謂的什麼 綜合娛樂區 也會有那麼大的問題 然後做一個自貿區 也會有那麼大的一個問題 我只想問各位 各位鄉親各位好朋友 一個問題就好 做不到嗎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在做 我們沒有在做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在參選總統 我要參選出來參選總統說 我講過八個字 大破大立 大開大合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的法制 我們的法令都已經落伍了 我們的制度落伍了 我們的觀念落伍了 更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的政治人物落伍了 我們永遠活在過去的那個傳統 尤其我看到民進黨 是最糟糕的 韓國瑜今天講的每一句話 民進黨朋友想想 你們過去都想過 你們都想做過 我再跟各位講 遷都有什麼困難 遷都有什麼了不起 遷都就是搬一些 搬一些辦公室 到某一個地方就遷了 有什麼問題 你說為安的問題 沒那麼嚴重啦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老百姓的心怎麼想 馬英九當總統 我做台北縣現場 我跟馬總統 曾經建議過要遷都啊 我說不要再用那個 日本總督府啦 他說遷到哪裡去 我說遷到我們五谷垃圾山啊 他瞪大眼睛看著我 我說報告總統 如果你願意 讓我們把五谷垃圾山 整治好之後 總統府搬到五谷垃圾山 全世界 你就是最環保的總統府 我們就可以上 國際的環保引領風潮的新聞 但馬總統當時沒有接受我的建議 那我就敢做這樣的一個建議啊 台中要遷都到台中 民進黨 問民進黨朋友 你們講過多少次要遷都台中 林佳龍 有多少次 那高雄你就不講了嗎 高雄韓國瑜敢講 他沒有講要遷都喔 但你們講說遷都是錯的 你們是愚蠢的民進黨 但是我現在要呼籲一件事 大家仔細去想一想 我剛剛講的一件事 南部的鄉親經常感覺到就是 我們北部人從來沒有關心過他們 沒有真正關心他們 就是因為我們不會住在那裡 我們不會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我覺得韓國瑜講這話是對的 我們做一個總統的人 就應該到南部到鄉下 尤其到台南去看一看嘛 賴靖德你看看你這個台南做成什麼樣子 我前天在台南 昨天在高雄 我每個地方都去跑 我每個地方都去看 我告訴各位 你們真正像我們這樣的方式 去南部每個角落去看一看 你就不會投票給民進黨了 因為做的實在有夠爛 你看南北的差距為什麼這麼大 但是我覺得如果今天國民黨 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其實是樂觀其成的 韓國瑜雖然沒有講要遷都 但是我周許講 周許委講 我們的確應該要遷都 而且日本的總統府 裡面還有墳墓喔各位 適合總統在那邊辦公嗎 日本的總督府 那個留下來的那個壓力 欺負我們 殺我們台灣人這麼多的 一個日本的總督府 我們還要在那裡辦公嗎 各位仔細想清楚一下 如果台北變成經濟的中心 台中變成文化的中心 高雄變成政治的中心 我們這個國家的發展才會均衡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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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